大家關切的疫苗問題 這段期間 國際疫情仍然險峻 造成疫苗市場的供需 有很大的落差 供貨也相當緊張 各國政府都窮盡能力 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 取得相當的疫苗 臺灣也是如此 今天稍早 行政院已經宣布 民間宗教團體 由內政部陳忠彥次長 擔任窗口 企業團體的部分 則由經濟部王美華部長擔任窗口 政府會跟民間共同努力 爭取到更多的疫苗 近來有些人對於 國產疫苗的政策也提出質疑 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供給能量 就會處處受制於人 也會因為國際供需失衡 而受到影響 因此 擁有自己可以供應的疫苗 是我們國家戰略的優先項目 也是世界許多主要國家 正在全力衝刺的目標 疫苗的研發製造過程很嚴謹 有很多國內一流的專家都參與其中 疫苗是要打入人的身體 安全有效 是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我們絕對不會因為要爭取國產 就犧牲對於疫苗品質和安全性的要求 政府一定會依照國際科學標準嚴格把關 請大家放心 台灣新聞